原标题 德国国奖厄切尔宣布退出国家队员因很不足球环球网报道 记者查戏 29岁对一个优秀的中场球员来说还不是退出国家队的时候 但德国国奖厄切尔却选择了离开 美国媒体ESPN7月23日报道称 厄切尔在做出之中选择后 提到了德国族协主席 各种族主义的原因 厄切尔退出国家队 德国前国叫厄切尔做图片来源 退特今年5月 埃尔多安在访问英国期间 与厄切尔和另一名德国籍 土耳其一球星京多安等人合影 由于京多安走持球衣上 用土耳其语写着向我的总统致意竞技 已经失职土耳其大选前夕 厄切尔和京多安遭到德国政界和媒体探伐 土耳其一的德国绿党前主席 现联邦议员议员厄自戴尼尔 对厄切尔和京多安的行为 予以强烈批评 德国族协主席格宾德尔当时更批评称 两名球员人由自己被选战所操弄 此后 京多安很快发声表示 自己和厄切尔并无政治意图 而厄切尔却持续保持沉默 在此期间 德国舆论中关于他的争议不曾停歇 而德国对在世界背上的势力 再次让厄切尔陷入多方指责境地 德国独协主席多次对厄切尔施压 厄切尔要求其做出解释 德国部分媒体及民众也对厄切尔秉住口罚 7月22日厄切尔终于打破沉默 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连八三封信 一封解释此前与埃尔多安的会面 一封至媒体和赞助商 最后一封至德国族协 厄切尔退出国家的国有两颗心 一颗来自德国 一个属于土耳其 在第一封信中 厄切尔说 像很多人一样 我的祖先可以追溯至不止一个国家 惊怀我在德国长大 但我的家族背景 仍深深的持根于土耳其 在我的海底时代 母亲常常叫道 我要心存境外 也永远不要忘记我来自哪里 这些仍然是我坚持的价值观 厄切尔退出国家队 在T的德国媒体的第二封信中 厄切尔表示 我发现令我失望的是媒体的双重标准 当名誉队长洛陶尔马特乌斯 回见世界领导人的时候 并没有收到任何批评 厄切尔退出国家队 在针对德国族协的第三封信中 厄切尔回应德国族协主席格林德尔 对您 格林德尔 我对您很失望 但对您的做法一点也不抑郁 在2004年 您曾是德国议会的成员 您当时说文化多元主义 就是个神话 也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您投票反对承认双重国籍的立法 还反对惩罚贵赂行为 这是不可原谅也不能被忘却的 然后 厄切尔宣布退出德国国家族球队 最近的一些事 让我心事重重 经过深思熟虑 我不再在国际赛场上为德国而战 我时常会感受到种族主义和不被尊重 我曾经带着无比的荣耀和任败披上德国战袍 但现在不会了 厄切尔在线的最后还说 一些德国族协官员对我的 态度正如他们所做的那样 不尊重我的土耳其协同 自私的把我推进了政治舆论的漩涡之中 那么 够了 这不是我踢球的注重 我不会再回来 我不会再做什么 种族主义是绝不可以 永不可以被接受的 现在 厄切尔推特账号的个人资料上写着 阿森纳球员 地点 英格兰 我们可以做解散尔推特账号的 我们可以做解散尔推特账号的